HELLO 大家好,我是乔寶 今天要來開箱一下我們S3通行證的獵鷹 來看看跟我們的迅雷有什麼落差 那我之前已經說過了,其實這台獵鷹就夠了 雖然說數據性能上沒有迅雷表現出色 但是這種芝麻落差真的影響不大 那我就只好實測看看囉 會不會用獵鷹這台小客車就會被遊俠電報呢? 喔對,還有啊 我發現我頻道最近出現好多水腦 昨天的影片我不是有在介紹鍵盤嗎? 那有耳朵的應該都知道 我是推薦給失靈還有誤觸的客群 再來那單純只是鍵盤 用觸在哪? 用觸指在不會誤觸,不會因為手汗導致失靈 那那位井底之蛙真的厲害 跟我說外掛 跟我說上不了分的就用鍵盤上分 嗆我技術不如人,靠輔助裝備 喔我的天啊,這位青蛙哥 你是不是完全不懂什麼叫分辨啊? 他媽的講得好像一用這個鍵盤會變得跟阿信一樣 還是怎樣,變成爆格喔? 哇靠,那我還不推爆嗎? 重點是用了也不會變強阿 技術還是一樣在那 好笑的是什麼 他連死蓋都嗆爛了 那我看這位水腦是真的厲害喔 笑死,比賽不見身影就算了,還嘴選手 把遊戲視為命的,然後又當不上選手 只能說可悲阿 阿不然吼,雖然說這個情況很少啦 除非他真的很強 但通常有實力的都會知道名字 所以他就當個鬧種,躲在後面嘴人 那你這種人也不配當什麼高手啦 話說,他這樣更屌耶 原本很簡單沒什麼的產品 比我業配介紹還猛 他直接把產品提升到另一個檔次 我真的輸了,徹底的輸了 唉 喔對了,要湊熱鬧的阿 在數據排名那部影片 我把那位青蛙的留言置頂了 無聊的都可以來聊天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開始吧 再來看一下外觀的部分 這台外觀跟迅雷比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台喔 但也沒有到很喜歡 因為我比較喜歡賽車型的 可惜這台沒有倒叉比整 可能迅雷就贏在這邊吧 呵呵 那整台車呢就是一隻老鷹喔 沒什麼好評語的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噴漆的部分喔 那這個是藍色 那因為是通行鎮嘛 所以這個噴漆到後面 每個人都可以把它解開 就是你滿等時候會收到那個神秘任務 喔黑色很帥啊 黑鷹啊 再來這個是紫鷹 喔 再來這個是粉鷹 欸,怎麼有點怪怪的 再來這個是黃鷹 各式各樣的鷹都在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八角圖喔 那他跟迅雷基本上是長一模一樣的 那他們的集氣都是非常非常高 就是很符合摩托車的集氣 那這台獵鷹就是比迅雷還要再低一點點數據 覺得沒有差多少 那一樣就改10時50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性能吧 那我覺得摩托車喔 在手遊真的是有點可惜掉了 他的市場真的有點可惜掉了 因為他沒有山草嘛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起步 起步是174.4 這是慢一點點 但還好啦 我們看一下直線喔 直線能破193嗎 192.8嗎 192.8 有一點點可惜 差一點點就193囉 好,我們來看一下抓地噴射的部分 218.3 也還好中規中矩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淡漆的部分 能270嗎 應該是不行喔 268應該是幾次 268.2 OK也算還好中間 中間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甩尾的部分 甩尾的話是100.5 100.5 表現就很中規中矩 那我說一下喔 摩托車的好處是什麼 欸 第一個好處就是L1 好不好 L1駕照 這個最後一關那個蜿蜒喔 是非常非常好考喔 用摩托車基本上我覺得 比較容易過 就算實際上 其實沒有多大的幫助 但是你的那個心理作用喔 會讓你有那個勇氣 會繼續跑下去 會讓你的 心態會覺得說欸 跑起來比較順 特別的簡單的那種感覺 但講真的 我跑起來是真的覺得 摩托車跑這關 是真的比較簡單啦 就比較容易過 一方面他的集氣快 所以你失誤的時候 你馬上又可以集好一顆氣 那因為 呃 你考L1駕照的時候 自動小噴是沒辦法用的 所以你的氮氣 銜接時間就會變得比較重要一點 那你看摩托車集氣這麼高 你隨便就可以集滿一顆氣的 那基本上你每一個彎 或是每一個氮氣結束的時候 你就可以馬上再開下一顆氣 我覺得這個對 這關的好處是比較大的 就算你現在失誤掉了一顆氣 你也可以馬上再集完一顆出來 喔 所以這個摩托車好處在這邊 雖然說他的 氮氣時間比較短 但蜿蜒他的 哎呦 他的彎道 啊 這彎道比較複雜 所以基本上你 你每過一個彎 你知道沒失誤的話 你基本上都一定會有一顆氮氣出來 所以基本上你在跑這張的時候 你用摩托車的話 氮氣是用不完的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所以他原本氮氣比較短的這個缺點 其實就還好 因為他可以用他的集氣高來彌補 也不會因為說他的氮氣比較短 所以氮氣會用不夠 沒有 反而是你整張圖都一直在氮氣 如果你跑法是對的話 你用摩托車跑 基本上是毫無壓力的 可以輕鬆過關 你也不用去擔心他的配器量 會集不滿或怎麼樣 基本上一定集得滿啦 呃 到這邊34秒 應該是可以的吧 還是多很多時間吧 其實我也忘記耶 還是這邊已經 還是我慢了 應該是還好吧 我前面 跑得也沒 沒多大失誤 應該可以過吧 輕鬆過吧 20秒了 這邊過來接一個 踩一下 nice 甩 掉下來 可以啦 下來都已經 失禁吧 哎呀哎呀哎呀 沒事沒事 來個360 哎哎哎 哎哎 我的 倒退 哇靠 這個時候給我失靈是怎麼樣 哈囉 會過嗎 會過嗎 哇靠 我這樣還過啊 你看 還剩這麼多時間 哈哈哈 差點喔 耍帥沒成功 我掉到地獄去了 呵呵 好走吧 我們去測一下他的實戰吧 我剛好玩到這關冰山滑雪場 那即將我們國際服也要出了新地圖 那這之前 我在端遊的時候 我玩過這張圖 稍微有點印象 那我就憑那個印象來跑看看好了 所以跑得爛的話 是正常的 也不要追我好不好 就稍微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新地圖長什麼樣子 如果以前小時候玩這關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好像就是他那個動畫部分 會跑進那個 那個叫什麼 電纜是不是 那個纜車的部分 哎呀 這邊 這邊 你看 這一關喔 如果是開摩托車 或者是前面那個黑妞的話 那就非常吃香 因為他的彎很窄 他那彎都非常窄 然後你就要大家在那邊擠來擠去 那 講真的 雖然說摩托車比較窄 但是他的對抗 只要基本上會碰了一下出去 你就完蛋了 所以你就只能想辦法用磚的 哎呦 這邊走中間 沒錯 哎呦 飛了一下 啊沒事了 然後可以去飛那個木桶喔 我們以前 那個小時候在玩的時候 都不是在跑這張地圖喔 是在玩那個木桶 就是一直飛一直飛一直飛 呵呵 那個飛起來確實 確實蠻爽的 好這邊 噢 OK 我還有點印象 還記得 整個地圖的樣子 然後這邊那個樹要非常小心 要走一個 一個 一個地方好像比較 不會撞到那些樹吧 有個路線在 那我剛走那只是靠邊邊 我記得可以走中間 啊就是這邊就是這邊 這個坐纜車 嘿 超可愛的啊 那搭到對面 呵呵呵 我覺得是超酷的 好這邊再接過來 甩 咦咦咦 哎哎哎哎啊啊啊啊 這叫什麼 這叫鐵彎 好不好 這才叫真正鐵彎 呵呵 哎我這邊沒有斷好 再斷一個 nice 這 好前面那兩個也跑太穩了吧 這關我感覺也是那種 你只要出去了 基本上你就可以一直領跑 你沒有什麼 多大的失誤 基本上你就可以在前面 穩穩的跑著了 你只要我出去 就可以了 噢靠 我現在是一個打 他們四個嗎 哇 這個黑妞 哎感覺黑妞跑這關 很順喔 因為他的路 相對來說 對他來說 我在繞口令嗎 相對 對那一隻 那一台車來說 道路是比較寬的 哎對不對 因為他車比較小 沒有他人比較小 這麼小一個 所以他的彎道 對他來說 視野那些寬度 都會不一樣 哎我快追到了耶 但我感覺 感覺沒辦法 哇你看看 他飛起來了 我們以前小時候 最愛就是在飛這個 啊完了完了完了 我這個 啊斷位沒斷好 就會 撞樹了 好我記得 他好像就不會再過第二次了吧 直接是終點了 啊對 哎呀可惜 不過這關是真的蠻好玩的 你跑輸了還可以去飛那個木桶 多爽 哎 哎這關也蠻好玩的 我記得 我印象中 我之前在端遊玩到這張地圖的時候 也是蠻開心的 因為 他有一個那個彈跳台 我覺得那個彈跳上去還蠻爽的 只是 端遊 彈跳那個跳台的時候 不好 不好控 因為他有可 有時候上去 啊你就會卡住 要不然就是會 彈太太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我們等一下彈就知道了 我稍微有點印象了 稍微有點記起來 但是 前面我的彎道有些忘記了 啊對對對 這邊彈過來 哇好懷念哦 那我們國際服還沒出這張對不對 好像沒跑過 這邊甩 甩一個 就是這邊就是這邊 這個UFO吸上去 UFO吸 哎 這間哎 好我卡住了 哎 這個那個那個動力的關係啊 那個角度抓不好 然後 就會卡到 好等一下最後面那邊都是很多 失誤的地方啊 這邊就是 車禍地點了 這邊常常就是 會被逆轉勝的一個地方 只要一個沒有 跳好 啊 啊像我現在就是沒有跳好 哎呀 不過我覺得我可以追到了 有稍微 記起來這關怎麼跑了 剛剛第一圈 記了一下 OK 好順哦 我覺得可以追到了 遊俠是吧 哥來了 遊俠 哥來了 追了一個啊 前面那個是 是遊俠嗎 好像不是 前面那個是亞特是不是 新的亞特 亞特拉比托斯 好像是哦 還是會流行 你好像是亞特 OK又是這個UFO UFO吸 UFO吸 了吧 這個角度對了吧 但是 慢了 還是不對 還是不太對 這關 這關真的很好玩 玩這兩關都是 我以前小時候還蠻愛玩的 蠻愛玩的 這邊其實應該可以單拖過來 只是我沒辦法 好不好 我記不如人 好不好 這邊一定要跳好 不然我會被 我會被超 OK 水這個角度 Nice 成功拿下第一名 跑得夠慢的 好 那因為它是通行證的關係 所以這一海就是必勝客 好不好 聊蓋夫 只要是通行證的部分 就是必勝客 聊蓋夫 OK 好啦 那今天影片先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海人 努力的喬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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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 橘子 跟你黃色 拍子 、 人民